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董苏华 那除了播晚间新闻和事成六点半之外 我也主持每个星期一次的财经追击 当天我的工作应该是一早就要开始了 从上午十点仪器架设好之后就要到场去看一看 那么中午的时候应该要回到公司 因为下午还要见人嘛 所以要自己打点一下化一下妆 那么到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又要回到现场去开始彩排的工作 三点之后呢就是节目所有的活动正式的开始 我们新闻室呢会有一个让公众当主播的这样一个互动性的一个项目 我的同事呢全英将会到场 那么公众呢将有机会呢亲自尝试怎么样播新闻 我们会把平时在主播台直播室里的一些仪器搬到户外 例如提示器啦还有一些电脑还有电脑的布景 那么观众呢能够亲身的坐上主播台尝试怎么样当一个主播 那么全英呢也会在场呢就是教导公众应该注意些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但是活动的进行时间呢是下午三点到六点 所以希望有这个机会的公众要提早到场了 那么此外呢到了六点半的时候呢 失诚六点半就会正式现场直播了 那海杰呢就会在场现场播新闻 在七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当天新闻播出的内容 发出有奖问答比赛 所以如果到场的观众有注意看新闻的话 并且答对问题的话就能够赢取奖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